崔先生在去年4月份花了40多万 在杭州中生兴旗奔驰4S店 买了这辆奔驰威亭商务车 崔先生还和4S店签订了一份车辆加装合同 其中包含第二排航空座椅 第三排沙发床 行车记录仪 南木地板等等 打包价是10万块钱 他们4S店说他们自己有改装厂 不要让我到外面去改装 外面改装的不好 4S店改装的好 我就信了他们 结果天天出毛病 崔先生说 车子加装配件中 最常出问题的是第二排的航空座椅 这个腿托 这个腿托呢 这里是写的有 这个可以伸出来 可以落进去 然后现在按键按上根本就没用 我你看按也没用了 还有我后边还有一个座椅 上次也坏掉了 给它反应 给我拖拖弄了十来天才把我弄好 崔先生在第二排的左侧座椅上又按了一会儿 发现按键又恢复功能了 刚刚那个你也上来试过 我也试过 动也不动的 现在又动了又好了 它就出现这种情况 高兴了好了 崔先生介绍 座椅腿托功能正常情况下 长按按键腿托会自动抬起 现场它又试了试第二排右侧的座椅按钮 觉得还是不太灵敏 这个是往上起来的 这里点的不动的 我要点一下动了 点一下动了 不点的不动的 崔先生表示腿托案件失灵的问题 他从去年12月12号就开始反应了 现在快一个月过去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 我们正在联系 我们正在给你买配件 我后来我就直接这样说 我是说 你从国外进口的配件 到现在也已经来了吧 他们是这样 我感觉被他们忽悠了 在4S店工作人员表示 关于加装配件的问题 暂时不方便接受采访 后来有位工作人员联系上了记者 防控阻尼这一块 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也是概率性的一个事件 对于崔先生造成的困扰 我也表示深表现意 包含了他提出的质量的问题的 一些问题 我们也在答应在他期间之内 全部解决完 期间的用车的问题 我们也提供代部车给到崔先生 如果崔先生对于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也可以上门取送车 也跟崔先生这边达成了共识 优宝黄剑继续报道 我并不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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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断下来